星期五晚上恐怖在線來了 今晚請來一位朋友 第一次上來 但如果有去我們的市集 可能會認到他 這位朋友叫做Elegan 大家好 看到他帶了很多工具上來 有一些塔羅牌 塔羅牌之餘 亦有一個縱撥 很明顯你也有身心令人 是的 今天要跟大家 有些互動 因為如果去市集的朋友 可能有機會見過你 或者幫忙問過事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稍後 就可以試一下即場找Elegan 幫大家去問一些事情 當然跟靈異有關 即是說家裡是否真的有 或者可能大家傳一段影片過來等等 我們也可以試一下 OK 還有最後一個部分 我們要用一個縱撥 跟大家清洗一下 OK 你什麼時候學的 塔羅 我當時17年學完 縱撥應該是兩年前已經學了 OK 這個塔羅是直覺塔羅 是直覺塔羅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直覺塔羅 其實那個牌是沒有什麼特別意思的 沒有的 可能你隨便揭開一本雜誌也可以 是的 你是足機拿一個景象的 是的 用你的直覺 是的 所以它是一個中間的媒體 是的 OK 另外那個縱撥大家也會知道 是的 希望可以在情緒上 是的 還有有時候 即是香港人 壓力大 又或者有時候做事很累 是 頸巾肚痛 其實都可以有一個舒緩的作用 是 因為它透過震頻 是的 可以有些治療 是的 也可以是否驅軌呢 驅軌我就沒有試過 是嗎 其實某程度是可以的 是嗎 如果當那個地方的頻率 或者是不平衡 可能有機會靈體會容易聚集到 但是當你調整頻率 它不舒服 那個頻率跟它不升的話 它便有機會離開 可以 其實如果照你這樣說 其實真的等於 好像把那個空間清洗 是的 都可以的 可以這樣理解 是的 好了 今天Elegan有些經歷 都是透過跟別人開牌 或者你也會幫別人開阿卡西 是的 但現在很流行說 開阿卡西 是的 多到不得了 是的 為什麼會這麼氾濫 其實我想是 因為阿卡西 我在2018年學完阿卡西 因為我學之前 其實跟我的同學上網找 其實都不是找到那麼多資料 是 但之後我發覺 為何近幾年好像多了那麼多 是 我想是有很多人在香港學完之後 就很快又出來教 所以其實現在好像越來越多人去做這件事 是的 那麼越來越多當然不是 對於是 題外話 因為我前幾天看了一些群組 即是說一些占卜 什麼都說 捉鬼的群組 有個網友開了一個報告 然後就說阿卡西好像很準 我看到有一位女網友留言 說她之前有學過 然後就說當老師是怎樣教 她覺得好像是一個神棍 因為她說我幫助客人做訓練的時候 你就看看她 如果她是女生 可能是有些感情問題 又或者你看她的情數好像很不開心 你就多問她的事 然後捉捉她的心理去解釋 我直接這樣說嗎 是的 那是網言 很明目張膽地做神棍 是的 因為以我所接觸到阿卡西 基本上是不需要說任何事情 可以不需要說任何事情 又或者你 因為其實我做直覺塔羅 我的做法就是 知道了一件事 我就會看看 我用哪一個角度 去幫你多看一件事 你需要知道些什麼 在阿卡西 我就會說 你自己想好一些問題 你過來才問 我或者想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馬上幫你 不需要知道些什麼前文後文 是的 因為有一些我接觸到 就說你不要告訴我 是的 盡量你也不要說 我很害怕 是的 因為你說了我可能影響我看的事 是的 因為我可能會前撤了 或者我可能認識你的 我前撤了我知道你個人是怎樣 然後我會有一個自己 心順 是的 所以就會有影響 所以我都說 如果你做阿卡西 你就不要跟我說 你真的到做的時候 才告訴我你的問題是上的 不如這樣說 我又不知道有多少人認識阿卡西是什麼 我們都要讓人知道一點 簡單來說 你認知阿卡西是什麼 其實阿卡西 你可以當作 可能上網都會看到很多人介紹 就是當作一個圖書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世上的萬物都會有它的資料 可能人當然會有 有一些 簡直好像是一些建築 或者是車 一花一草 或者是一些寵物 其實都有 你也可以幫它看事 這樣也可以 好的 很多人都會誤解 阿卡西是一個占卜 但其實不是占卜 我會提議一些來做的朋友 你真的可能人生上有什麼 是想不通的 又或者有一些關係上 為什麼我今世會會和他再遇呢 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有什麼課題我要學呢 如果不是的話 有一個問題 可能是無限的 你解決不了 為什麼之後又不斷 重複發生同一件事 因為你不知道你要學些什麼 所以不斷要你學到為止 你會重複接觸到某些人 因為你是喜歡跟某些人 去做朋友 或者跟他有感情瓜葛 但那些人原來是不適合你的 你是不知道 那就重複犯了這個問題 是的 所以用阿卡西的指引 令你開了這條路 是的 因為其實 很多人都會有一個錯誤 就會覺得 老師答你的答案 是一個很實在的方法 但其實不是 而是他會教你怎樣去想這件事 是 當你懂得怎樣去想 其實你之後 你不需要再問 你自己會懂得怎樣去解決 你自己是一個成長 但其實這個阿卡西 某程度都是通靈 是嗎 這樣理解會比較容易明白 是 因為其實每位做的朋友 其實各方法都會有些不同 我跟他一起學 有位朋友 其實他給我的感覺 就好像被迫上身 我已經直接跟老師對話 是的 我就會像一個中介者 你問我的問題 我將你的問題轉介給老師 老師答應我 我就會告訴你 我就會是這樣的形式 正如問米一樣 是的 問米的阿菇 都有很多種 有些是先人下來借助他的口說 有些是不是的 先人在旁邊 他是全聲筒 看你是學哪一套 是的 那你就是 我是透過代文 所以你不會轉聲 我就不會轉聲 亦都不會搖來搖去 不會的 不會的 各種都有 好了 可以說一下 Reed 阿卡西爾 遇到的靈異事件 是嗎 其實之前我也有提過 話說 有一位朋友 幾位男朋友去泰國玩 他是在2018年去玩 然後到一次 幾位男朋友去泰國玩 然後認識了兩個泰國女生 之後隔了幾個月後 又再去玩 找這兩個女生一起去玩 他們三個男生 其中一個在酒吧裡玩的時候 自己拿著杯酒 好像勁酒 周圍撩人玩 然後又撩了一個女生一起去玩 然後玩一玩 他就說 我要先跟那個女生先走 即是有夏文 有夏文 對 然後不理他 然後剩下了一些自己的座玩 然後他們租了一間廟 他們回去 那個女生就不知為什麼 很奇怪 一看到他們回來 就自己回房 入了房 不理他們 不理他們 之後第二晚 他們又一起去玩 那個女生和那個男生 又說要先離開 如是姐又是這樣 他們剩下了 他們回去自己玩 這裡就開始有些問題發生 他們類似是 這裡有一張桌子玩 我其中一個朋友 就在這個位置 有一個雪櫃 雪櫃是亮的 他突然看到一個影子 反光的時候 有影子這樣移動 但這裡是沒有人 他只是圍著這裡玩 然後他很害怕 就調一調個位置 坐回來這邊背著後面 跟朋友說 我們好像糟糕了 然後他的朋友其實很害怕 他的朋友就說 不要說 不要說 這些不能說 然後另外一個泰國女生 也是坐在這個位置 然後他都感覺到 然後他就假裝鎮定 搞其他事情 就說不要說 不要說 我害怕 然後他們沒有再玩 進了房間 然後那個泰國女生 就手牽手地祈禱 然後他們又說 為什麼那個女生 這麼怪 其實他從哪裡來 就說他是在泰國 叫武里南虎 這個地方 那一個泰國女生 聽完之後 就說這個地方 出名的是降頭 之後他們覺得 很多事情都不對勁 然後決定 明天不要 我們不如走吧 其實他們就欺騙這個女生 就說 我們改了機票 我們明天就要回香港 然後那個女生 就跟他平時一起玩 那個男生 就說我想要你的衣服 然後他說為什麼 因為我想要你的氣味 然後其他朋友就說 當然不行 那明顯是有什麼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個男生好像想給他 然後他們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下了東西 為什麼好像這麼迷 然後怎樣都好 都不讓他 然後那個女生就離開 然後那個男生突然想 不是啊 我把身份證在他那裡 蛤 為什麼他身份證都給他 其實他們之前自己離開 就走了 那個女生就說 我未見過香港的身份證 我可不可以讓我看看 看完之後 他自己帶了 那你也要拿走身份證 你回來香港 是啊 你也要拿 然後他就要他拿出來 然後他就很奇怪 左掌又掌 掌了很久 又掌 說不見了嗎 他沒有說不見了 但是他掌完褲袋 然後又掌錢包 掌錢包 掌錢包又掌一個小袋 然後在一個小袋裡 拿了一疊卡 拿一疊卡 再抽一張身份證給他 那疊卡 不知道是什麼卡 不知道是什麼卡 之後 然後有一個女生就離開 是 然後另外 正常的兩個女生就帶了這群人去拜神 就是求一些安心 其實泰國的旅程就結束了 然後我這個朋友就走來找我 即是回到香港 就說發生了很多這樣的事 我就幫他讀 然後我就說 這件事其實還未結束 但是你的部分就結束了 就不關你的事 我就說 你不如叫你的朋友找我 即是一個男生的朋友 是的 你叫他過來找我 看看有沒有什麼女生可以幫助他 但是他的朋友就沒有來找我 是的 我就聽回我自己本身認識這個朋友 他就說 其實回到來 這個男生是變了 整個人好像很狗不達白 做事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精神又很彷彿 但是很奇怪的就是 他很掛念那個泰國女生 你已經猜到了 所以其實他經常都說 我想回去找他 然後他們在自己的男生 在自己的男生房裡 等這個女生的電話 等到三、四點 要談完那個電話 他才願意睡覺 但是最搞笑的是 這個男生其實在香港 他有女朋友 然後他就跟香港的女朋友分手 然後就經常在社交平台上看那個女生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錢 我可不可以借錢給我 我想飛過去找這個女生 是的 其實現在我聽我的朋友說 沒有那麼迷惑那個女生 但是都是 仍然有斷思念嗎 沒有 現在斷了 斷了一些 斷了 但是他仍然很搞不搭 因為我這個朋友跟他 其實這個男生是由小學識到現在 但是他現在也是這樣 變成了另一個人 但是你能否知道是什麼 其實你幫我讀了什麼 我讀不到 因為我一定要是當時人來找我 我才可以開他的記錄 所以我才說 你叫他來找我 但是他沒有來找我 我就看不到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關他一些什麼原因 我看不到 很明顯都是 其實像是落降 情降 你這麼迷惑他 是的 所以是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間 突然間這麼迷惑 要拿別人的身份證 是的 要拿他的衣服聞他一些味道 這個不是也不是 是沒有多久以前的 2018年 因為當時還可以保持飛 好 那幾年他現在都暈暈我 都麻煩了 是的 那他有沒有找師傅教 他沒有 他不覺得自己有問題 是 他不知自己這樣運運我 OK 好了 這個也是沒有用你的方法解決 有什麼是你真的不覺得 用阿卡西或者用你的牌子 寫到靈界的存在 關於我的朋友 但是我答應了他 不公開說 是的 我不公開說 好 那你說說你另外的經歷 我另外的經歷就是 話說當時 我就去學阿卡西 剛剛學就開自己的記錄 然後 我又不知道有什麼問 但是老師就說 其實什麼都可以問 我就突然想起一件事 話說當時我還在讀書的時期 你知道那些屋邨 特別在某一段時間 就會倒垃圾 那我媽媽就拿些垃圾 出去扔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媽媽一出門口 我就突然間是無法呼吸 我覺得好像有些東西 卡住了在喉嚨那裡 我呼吸不到 我嘗試去咳 但我咳不出聲 完全是呼吸不到 我的瞳孔就開始放大 我感覺到我應該差不多死 然後我就想起這件事 我就問老師 問老師什麼事 我問回很多年前的一件事 是的 老師好像帶了我去 當年回到過去 我就好像第三身 看回這件事發生 當時我看到 其實當時有很多 小朋友的靈體 他們蹲在那裡圍著我 看著我這樣 無法呼吸的樣子 然後我就 其實在現實那裡 我聽不到聲音 但是當我回到過去的時候 我就聽到環境很吵 很多小朋友的笑聲 對 小朋友在討論我 在笑 我就知道什麼事 然後我再問 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就說 這一群小朋友很想看到我 即是團氣死當時的樣子是怎樣 怎樣 拿你命 他就說 其實這群小朋友身邊 有一個大人大的靈體 是 因為當時我看到這群小朋友圍著我 然後有一個大人 真的這樣站在那裡 其實就是這群大人 帶著這群小朋友做這件事 那誰是捏著你的呢 沒有人捏著我 是突然間有力 然後他們這樣蹲在那裡 向上看 看著我 在笑 在討論 那大人是很開心地看著你 他不是很開心 他好像是控制到一些事情 我現在就帶著這群小朋友 你們這樣做 就是這樣 即是他好像是顯示實力 或者我正在做一些事情 你看 原來就在那裡捏著你 是的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恐怖在線 回去舊事果度 嘩 大家好 我是小肥 喂 今個星期我將會 和潘聰 會在回到舊事那裡 變成一個特別版 回到澳門舊事那裡 一起做一個靈探的直播 我很喜歡看靈探 但我非常之 我曾經跟潘聰說過 我不想做靈探 現在我第一次 啊 保佑 沒有事發生 大家到時在直播直播 一起祝福我們兩個 平平安安 但又能拍攝 我很害怕 拜拜 其實 MASTER就說 那些小朋友是貪玩 然後又聽他這樣說 但是那個大人就不是這樣 他真的可能是想展示一些東西 是 然後令到那些小朋友 之後跟隨他 哦 是的 那MASTER的東西 或者你 你如何證承是對的呢 即是你看這件事 其實 我本身是一個 很 很分析一些東西 很理性的 其實我會一部分一部分 回頭到大想 我就會想 我在收到這個答案之前 我有沒有想過其他東西 是 如果我有 就想一下 我在想這件事之前 我就再想到些什麼 或者看到些什麼 我一不斷地到大去看 然後其實很多我發覺 咦 不是啊 我完全沒有想過任何事情 即時就有一個這樣的畫面 讓我看到 那它就會分辨了 即是你排除了可能是自己的主觀 是的 是的 但是你這樣想回頭 當時在屋邨 是不是有很多靈體小朋友 或者那裡有什麼傳聞 那你印證這件事 會不會有些東西 是沒有那麼虛的呢 沒有那麼虛啊 即是當時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原來媽媽是落個小朋友 即是類似是這樣 即是有沒有這些東西 沒有啊 但是很奇怪的是 你提起媽媽就是 就是媽媽其實一回來 就立即沒事的 當一刻的我 一堆垃圾回來 是的 她一堆垃圾一開門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是透氣的 是的 你看一下媽媽 我就想起這件事 OK 那有沒有一些東西 可以印證到那件事 是真的有這些事件 或者你以往的經歷 或者你問老師 有些是能夠印證到的 沒有 但是我只是不說 是的 是的 因為我有跟你提過 明白明白明白 現在其他人的事件 答應了就不可以說 那你的經歷也是全部用 老師和你對照的嗎 你的靈異經歷 有些是不關老師的 但是有些是很小的 其實我是自從學了塔羅之後 不知道是否開了門 有時候走過一些路 好像有些影像 特意出來 可能想整固一下你 或者我沒有陰陽眼 但是 可能我看著前面那條路 但是現實是沒事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腦裡有個意識 是一個影像 有人站在那裡 我不知道是否 他進入了我的意識 讓我看 那你學這些東西 其實你也要打開你的 第三眼 是的 你才能學到的 某程度 是的 所以其實 上一次有一個工作坊 就是你們的工作坊 有些朋友問 會不會開第三眼 其實我有跟朋友說 其實當你開到的時候 你就沒有選擇 你想看一些什麼 或者不看一些什麼 是的 所以不要亂來 是的 所以我當現在開了門 看到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又會覺得你不搞他 他不搞他 大家尊重他 那你有沒有真的見過 家裡見過 怎樣 又是突然 因為我住村屋 我住最下面多一層 我這裡外面就是玻璃 看到外面 我這裡有一張梳化 很不錯 是 我突然間 這裡有個人走出來 只有這裡半個頭 半身 然後我看一看 然後沒有東西 但是我很肯定 就是那個距離 一定不會在外面街上 是 而是 我想是兩、三尺這麼近 OK 他是突然之間 我側側在這裡 這樣走出來 什麼樣子 一個男人的樣子 他有沒有看到你 你看到他 他沒有 他沒有 是的 然後我一看 就沒有 我心想 什麼事 是不是嚇我 是 然後另外 因為我和朋友 合租 我朋友是駕駛 當時 我們家屋 就從這裡 門進來 到這裡 有些位置是爬車的 他進來當時 他說 這個位置 有人站在這裡 然後第二天 我特意拍照給高齡人士 看 我外面的花園 是不是有東西 然後我跟朋友說 是的 是有東西 然後他說 不如嘗試找些東西 淨化一下 分一些鼠尾草 然後我再拍給他看 他說現在沒有了 他可能是這麼巧 路過而已 這樣 所以路過就有他 這麼巧就被你看到 是的 悶就不如看其他選擇 很多東西 不如馬上看視頻 總有一瓣 今晚也不錯 看以前恐怖在線 也不錯 梁文雪 不用重複 這個世界有很多選擇 這個世界 縱使你付了費 或者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付 我們有幾千集 你就隨便找回一集 也好看 真的 不用在這裡 和大家說你的心聲 沒有人想理解 好嗎 昨晚我有一位嘉賓 說了一件事 你有聽過嗎 我有看 就是Ivan 他說在泰國 昨晚收費時段 一群人很開心 在一群人玩 最後發現 好像有人進來 但是他鎖住了 沒有人進來 發現圍著整個泳池 都是一罐一罐啤酒 都排好 都不僅 最恐怖就是 他買了西瓜 西瓜是沒有拿出來吃的 雪櫃是雪櫃 竟然間 西瓜 放在泳池中間 昨晚沒有看到 因為他最後才找到 我找到照片 現在 我補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就是這張照片 好了 應該很清楚看到兩罐啤酒 看到嗎 我們可以放大一點點 兩罐啤酒 應該是沒有開的 好了 啤酒後面 就是一個西瓜 這個西瓜真的下水了 這個西瓜 我想不會突然拿出玩笑 因為他昨天找了很久 原來我拍到 就是這樣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很恐怖 他講到沒有什麼 但是你不可能 他知道沒有人進來 也沒有人會弄成這樣 對吧 所以很明顯 可能他們真的 自己玩大了 因為我 其實如果有一些 令到有物質反徑 其實力量就真的很大 很大的 他告訴你就是這樣 有想有真相 你有一件事想回應 因為昨晚Ivan的第一節 就說他在台灣 那他的行李箱 進到酒店還沒有開的時間 就發現他自己的物質拿出來 是 我覺得這件事很害怕 是 你是不是有件事差不多 是的 這件事都是我朋友的經歷 我朋友幾個女生一起去台灣 他們總共五個人 OK 然後兩間房間 一間就三個人 一間就兩個人 我朋友一進去 就放下了一個行李箱 完全沒有你的行李箱 就繞了一個圈 然後他朋友很奇怪 很喜歡開門 大陸 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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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們放下了一些東西 沒有東西 然後繞了一個圈 正常 就跑出去玩 然後到晚上 他們玩到晚上 買了東西回來 就去了我朋友的房間一起吃 你通常 那些酒店 通常一進去 這裏就廁所 接著這裏就放兩張床 接著一個圓桌 他就在一間圓桌上吃東西 吃完之後我的朋友打算收拾一些東西 在地上發覺有一個黑色的BRA在 BRA? 女性的BRA? 他有沒有真的有同事朋友戴黑色BRA? 這個就是奇怪的位置 很奇怪就問他的朋友為何地上有這樣的東西 他朋友就說我剛進來的時候就看到地上有東西 我還在心想我還以為你這麼沒手就把握出來 然後我的朋友就說不是我的 我的行李箱完全沒有打開過 那會不會是上手? 但其實他們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就已經繞了一圈檢查過地上是沒有東西的 他就很害怕 然後他的朋友說不用理會了 就這樣撿了它扔掉它就算了 然後我的朋友就立刻有點頭痛 感覺不良好就說不要碰了 碰了就不知道怎樣 他就說不如打電話下去叫人上來清 然後他就正常你知道打電話 按個鈴字就通到服務台 那些 然後他打完 有人聽 但是是一個好像還沒睡醒的一個女人聽 他就 喂 即是接聽的人這樣 是的 接聽那個女生就說了一大多東西 但不知道有什麼 然後我的朋友就很害怕馬上收線 即是不知道打了到哪裡 不知道打到哪裡 接著他就跟他的通訪問問 問問你會不會打錯 那我朋友就說 就這樣按個鈴字 怎會錯 接著他就叫他的朋友 不如你打吧 但他死也不肯 他說我不會說普通話 不要多來來 然後他再打 接著又通了 接著就沒有人說話 但只有呼吸聲 怎會啊 他只是這樣 這樣啊 然後他又非常害怕 他說不如算了 我們下去直接找人 然後他一下去就說 有這件事可以找人幫我清理嗎 他說OK 可能上一手留下了 那些嬉嬉又看不到 然後我朋友就說不是 第一次進入去的時候是真的沒有的 然後其實多過 因為多過聚會有兩個叔叔 但多過兩位叔叔是不理會我朋友說 不是的 只是上一手而已 是上一手 沒事的沒事的 那上一手你也幫忙清理 是的 他也很狠 即是叔叔撿了酒吧 他之後找人撿 然後我朋友就說 其實我打過下來 你們有沒有女同事在 然後叔叔就說沒有響過那個電話 又不知道打在哪裡 他就說如果這樣不如換房 但是叔叔就說這幾天都很白 其實換不到房給他們 哦 看不到在哪裡去的 台北在哪裡 西門町 西門町 我整天都住西門町 那間酒店 我忘了叫什麼龍大飯店 什麼龍啊 咦 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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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龍大飯店 咦 沒了嗎 看完了嗎 對呀 最精彩的部分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節目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60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一個combo 還有呢 亦都可以上課 admonpoint.com 加上我們bibbit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都後不都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subscribe 我們的channel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了